蜂蜜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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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來賓 推移少將 歷任傑 歡迎各位觀眾收看 今天的City Talk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會在 中天電視 以及大国武器大观onfire 同时双开直播 请各位观众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 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推播出去 最近这个礼拜以来 全世界可以说陷于一个动荡不安 那会不会因此引发全面的大战 其实还是值得我们深切的去关注 那今天我特别要从中东开始 跟各位分析起 然后也当然关系到我们这个东亚地区 我们台湾地区 南海地区 最后当然要提到俄乌之间的一个问题 那这几场的这种地区性的地缘的一个冲突 那到底现在状况到什么程度 那会不会引发全面性的大战 我觉得人类在面临这个时候 真的有必须要所有全世界的领袖人物 有智慧人士 他们要冷静下来来共同思考 那首先 当然我们要从中东开始跟各位说起 中东现在来讲 以色列跟尼巴伦就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同时 正在展开一场即将可能展开一场大战 那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这个以色列对这个尼巴伦的政务长 用了一个所谓传呼机 也就是所谓BVCO的攻击 那这个BVCO当然所谓贴的是Made in Taiwan 是我们台湾的金波罗公司出品的 那金波罗公司的他负责人他就说他只是挂牌给匈牙利 他们来制造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匈牙利这家公司根本就是一家空壳公司 那这个BVCO到底他的在哪里生产的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从这个BVCO里面后来大家把它拆解以后 发现其实这个BVCO这个蕴藏了就是一个杀人武器 那我特别跟各位介绍他们拆解以后 发现这支BVCO里面的构造是这样 当然大家注意到这个是一个电池 通常来讲他打开以后发现这一个电池 那旁边这个是假的电池 这假的电池里面放了什么呢 他放了金属的弹珠 也就是当他爆炸的时候 这金属弹珠会弹射出去 等于说一颗小子弹的那种形式爆炸弹射出去 然后他的火药装在哪里装在这边 所以我们由这一点来推论 当然这颗你可以说装真的电池 但是当时为什么要留下这个空间来装火药 我们通常BVCO你设计来讲的话 你没有必要多预留这个空间 来装设这个其他东西 因为你的如果说是你的晶片 你的感应器 你的接收器 这些显示器都已经有的话 那当时为什么要预留这个空间下来 这当然是最大疑问在这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所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当然大家很多的揣测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 这个以色列他们不管是8200部队 或者是摩赛德组织 很早的以前的一个规划跟策划 就已经策划这一型的BVCO 来提供给郑助党来使用 那郑助党也因为如此遭受到大量的伤亡 那第一天是这个BVCO 那第二天我们都知道是当日本的船 这个呼叫器也就是对讲机 那个体积更大也发生爆炸 然后同时我们的第一天的话 这个总共就伤亡了1600多人 其中这个有将近上百人的死亡 这两件事情 但这事情是不是就只结束 没有结束 由这件事情就开始了 这个以色列开始 从前三天开始 对黎巴嫩展开空中的攻击行动 那我个人整个研判来讲的话 这就是一场军事的一个作战 因为军事作战 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将敌人的指管通勤 指挥指挥是谁呢 当然是这个 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人 击杀将领导人击杀之后 或者是斩首之后 他就没有指挥链了 断了他的指挥链 第二个管制 管制通常跟通讯 管制跟通讯 你一定要靠这个通讯手段 比如说像这个船务机 或者是有线电 或者是无线电 或者是对讲机 这个指挥跟通讯 然后再来当然是情报 你要掌握到敌人的情报 你才可以展开行动 那这个是一开始 我们军事作战里面 这个叫先期作战 先期来讲 我叫你只管通勤 指挥系统整个摧毁掉 那这次大家看看这个BBCO 这个爆炸事件 是不是就是以色列 摧毁真主党的指管通勤系统 将它整个这个指挥链系统 情报通讯系统 通讯联络系统完全摧毁掉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以色列所展开的行动 也就是这两天正在进行的 展开强烈的空袭 空袭到目前为止 我们得到的讯息是 一堆1600个目标来实施攻击 这1600个目标 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狂风滥炸 它这1600个目标 代表什么意义呢 代表以色列摩萨德 有强大的情报征收能力 这1600个目标 一定是珍珠党 在黎巴顿地区的 他们的领导人 所居住的位置 第二个也有可能是 他们武器弹药库储存的位置 火箭发射的基地 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此之前 他已经将珍珠党 所有的这种领导人物 还有他的基地 还有他的武器 他的重要的设施系统 甚至于他的火箭生产的地方 都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一旦空袭展开 就1600个目标 就开始展开攻击了 那当然这可以很明显的 代表说以色列将对他 威胁最大的 这种火箭发射基地 以及指挥链打掉 那我们要知道 当这些人打掉以后 他绝对不会是打辛酸的 打热闹的 紧接着下来 我相信当他的指管通勤系统 被摧毁掉之后 我个人研判 以色列即将展开的是地面作战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当任何一场战争 不管是海战打得再好 空战打得再好 但是你如果说是没有地面部队 进去来讲的话 你还是打了一场空 你没有效果 所以我研判 以色列这个地面部队的作战 即将在近期之内 就会展开 尤其是我们最新得到一个讯息 原来以色列在以色列北部 尼巴伦这个边境交接处 他原来只有一个布兵师守在这边 那最近从加萨地区调了第98布兵师 调到以黎的边境地区 这个部队调过去很明显的就是即将展开 这个大规模的地面扫荡作战 同时按照西方媒体所报道的 也发现了大批的梅卡瓦战车 也就是以色列他们的战车 也已经向这个地方集结了 我相信当以色列空军摧毁这些 对他构成地面部队构成威胁的 这些火箭炮之后 紧接着他一定是地面部队进去作战 那这个是以色列他的 目前来自我们研判他的行动 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 我们得到最新的讯息 是已经造成这个1600个 这个攻击目标 有580几名的黎巴嫩的民众 不管这些民众是什么人 遭到这个杀害 遭到死亡 由于是最严重的 是他的这种领导人 领导人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马基勒 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 卡桑旅的指挥官马基勒 就已经被击杀了 从这以上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其实以色列的情报做得非常的好 他把这些人的每个位置 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那我相信接着下来 就是地面攻势即将展开 尤其他的这种第98步兵师 还有他的梅卡瓦战车 都已经集中在边界 好 接下来我要讲 那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战争目的 作战一定要有目的 你没有目的 你不能说只能凭这个主官 或者是这个指挥官 一时的气愤或一时的兴起 就去发动一场战争 每一场战争的发动 一定有他的目的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相信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实现纳坦雅胡讲的 第四个作战目标 以色列之前在加沙地区 有三个作战目标 我讲给各位听 哪三个作战目标 第一个他要解救人子 那去年十月当他的这种 这个洪水行动 哈马斯将他的一些这种 老百姓掳获到这个加沙走廊 去当人子 有那时候有一百多个 那他第一个作战目标 那都打加沙就是解救人子 要不将人子解救回来 第二个目标要消灭哈马斯 因为他一直认为哈马斯 是对他威胁很大的 一个恐怖组织 那第三个目标 他要解除哈马斯 对加沙对他的威胁 因为加沙在这边 解除对他的威胁 我讲比较白话一点 他第三个目标 就是要占领加沙 就这么简单 加沙还要彻底的占领 所以当然他是借口这个 有三个作战目标 那他现在这次来讲 以迪的冲突 以迪边境的攻势 我个人认为他有 第四个作战目标 第四个作战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纳坦亚乌所讲的 当初他发动加沙地区的 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住在以色列北部的居民 概略有6.5万人 是住在以色列北部 那当然就跟尼巴论交接的地方了 那为了避免这些居民 遭受到尼巴论珍珠党的 暴富攻击 他将这6.5万个居民 迁到以色列中部地区来 那他现在来讲的话 就要将这6.5万人让他回去 不然以色列我们知道 他国土面积还是有限 那6.5万人都挤到中部地区来 那北部那边变成鬼城 没有人居住 那当然不行 那老百姓来讲的话 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家园 所以他这次的作战目标 很明显的就是要让 这个6.5万的 已经去年避难到中部地区来的居民 回到北部地区去 我觉得这是他第四个作战目标 好 那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 他既然要达到这次作战目标 那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才能够达到 这6.5万人你不是说叫他回去就回去 那你要让他能够安全地回去 不然他如果说一天到晚 这个以巴伦政府长火箭炮 继续攻击这个地方 那老百姓怎么能住啊 每天这边炮响那边炮响 然后永远在那边打不完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政治解决的手段 政治解决的手段就走向和谈 你加沙那边跟哈马斯达成和谈 当然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促成的 就是促和劝谈 那联合国也是站在这里 可是纳坦雅虎他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因为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因此这个 里巴伦政府长就继续打 那第一个方式 当和谈的方式 他没办法跟政治打 没办法跟哈马斯取得一个 在这个政治上解决和平谈判的方式 解决这种彼此的纷争 不要再打了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我就是打到你不敢打我 就是说我用武力彻底的折服你 屈无你 我以色列党我大量的空军 我炸你轰炸你 然后我展示我情报能力 我知道你每一个目标在哪里 我知道你每一个火箭弹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你每一个领袖在哪里 我就炸到你哀哀叫不敢动手 这是第二个方式 那各位现在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确定 纳坦雅虎现在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 就是要打到政府党不敢抬头 那我试问各位 我们想想看 用这种方式 有没有可能让真主党屈服 克劳塞维之讲的战争论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作战的目的 战胜的目的是在什么 是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 那我试问一下 如果说是我们用 克劳塞维之的战争论来看的话 那你这样的狂轰滥炸 当然展现出来你武力的强大 也展出来你情报能力的强大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屈服真主党 这就是现在我们接着要讨论的 目前来讲 以色列如果地面部队要进去 有没有可能屈服真主党 那在此之前我先插个话 这真主党要 如果你以色列要打进去的话 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才能够让这些以色列北部居民 可以在这边不受炮火的威胁 我个人研判要往里面推 大概30到50公里 就地面部队 你要彻底将这个 离以边境交接的地方 往里面推50公里 为什么要推50公里 30到50公里 因为炮兵的射程就是这么远 那黎巴顿真的很多的破极炮 很多的大炮 这种是很便宜的武器 我不需要用到导弹 我用这东西 我就可以轰炸你的居民区 所以我觉得他要往前面推 他当然不可能全面占领黎巴顿 可是我最起码往这里面推 变成一个缓冲区 变成一个安全区 所以他的地面部队作战目标 我个人推测概率是30公里 要往前面打30公里 这是我认为说 以色列现在他军事行动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 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靠着地面部队 推进去推30公里 我个人研判是很难 为什么很难 以色列当然现在展现出 他的强大的军武的力量 可是为什么我说很难 大家要知道 上次黎以冲突是2006年 那时候以色列就曾经占领过 黎巴顿南部地区 当然后来维和部队进去 这维和部队有哪些国家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 都在那个地方当维和部队 就是阻止双方 这个那时候弹劾了 以色列也撤出来了 黎巴顿南部地区 大家打不下去嘛 就互相弹劾 那一次以色列并没有占到便宜 他也吃了很大亏 撤出来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维和部队在那边 那有没有可能 这经过2006年到现在为止 将近18年的时间 那你认为曾助长在干嘛 在吃素啊 对不对 在那边每天吃便当 当然不是啊 他在做什么 他一定跟哈马斯一样 每天在那边挖地道 挖了18年的地道 在那边构筑公式啊 在那边研发武器啊 我觉得曾助长一定是要做这个 做了18年 那他现在已经从 本来一个游击队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近乎于正式的军队 人家估计 他的兵力最少 已经到达五万人 而且有这个 一万五千枚以上的飞弹 一万五千枚以上的飞弹 那其中 对这次来讲的话 以往他都认为 他的飞弹火箭只是 卡丘萨那种老旧的火箭 但是这次来讲的话 他攻击的一个目标 大家特别睁眼注意到 离法一跟离法二的飞弹 飞弹跟火箭不一样 飞弹是可以导航的 他这个射程 他打了两支 一支射程是80公里 另外二型的射程更远 105公里 他是导弹了 所以这段时间 那秘密突然冲出来 其实西方很多观察家 也突然发现一吓一跳 说什么郑部长有这种导弹 威力很大 因为他很准 那这时候打哪里 今天来讲他警告你 他打什么地方 郑部长打以色列北部 靠近海法的一个空军基地 打那个地方 为什么打空军基地 因为你空军 从这边飞机起飞 轰炸我黎巴伦 那我就先打你的空军基地 那后续来讲 他可能打哪里 当然第二个就打你的 这种武器生产的地方 这黎巴伦武器 以色列武器生产的地方 第三个他有可能打哪里 一旦双方跨过这种红线 你滥杀我的老百姓 我就轰你的居民区 所以以色列自己 现在要承担很大的一个风险 这是第一个 还有新式武器 第二个 这个黎巴伦政治部长 在这边挖了很多工事 然后很多地道 那当然这次来讲 到目前为止 他伤亡人数可能两三千人 可是对一个五万人的军队来讲的话 你认为他伤亡两三千人 那他有坚强的这种 复仇的意志 仇恨的意念来讲 他会很快重新组合起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那如果说是 你对他的领袖人物实施斩首 我们都知道 打仗没有指挥官不阵亡 对不对 指挥官阵亡怎么办 副指挥官升任 五级代理人 副指挥官阵亡怎么办 联长阵亡了 副联长代理 副联长阵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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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老长阵亡了 副老长阵亡了 副老长阵亡了怎么办 台长代理 五级代理人 你认为你有可能把他做人都消灭掉吗 这是第二个 就是你认为你的斩首行动会有效吗 第三个 他的通讯设施 他现在不敢用传呼机 不敢用队长机 那他可不可以用电话 对不对 以前我们那个 古时候那种用摇的电话 不要用自动电话用摇的 喂喂喂 上海上海 请接台北 对不对 台北台北请接冬天 对不对 就接通了 它一样可以恢复很快 可以放发土一点慢一点 但是一样可以达到 通讯联络的效果 那如果说是 它在地底下的话 我觉得这时候以色列 如果说是发动地面攻击来讲的话 它要承担的风险很大 那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现在来讲 有没有能力对付这场战争 以色列现在 大家都说它七线作战 我认为是八线 你想想看 它总共的兵力 它原来的这个现役部队 大概是16万人 16万人 后来它后背动员了30万 号称现在45万 其中30万是后背 因为加萨战争后背动员了30万 总共45万 那它现在分配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加萨 它现在加萨那边一定要堪战 加萨它没有彻底侵面 因为它最少要派个10万人在那边 把加萨堵起来嘛 免得哈马斯又从这边 利用这机会又窜出来 第二个约旦河西安 你认为它要不要派军队守在那边 所以它现在来讲的话 会不会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要展开地面作战 会不会有兵力不足的问题 那当然南边那边 当然还有埃及 不要忘了后面还有埃及 埃及会不会趁这个机会 所以你一旦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兵力不足 埃及会不会趁机进来 帮哈马斯 帮这些巴勒斯坦人出气 以前大家不要忘了 以色列跟埃及是四首 几次的这个以牙战争 其实带头的就是埃及在大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那以你以色列现在军力 那你这些后备动员的人那么多 后备动员都是社会上面生产的 阶层的年轻人 都被拉到军中去的 社会他没有办法生产 你军中又要发钱给他 那你想想一阵一阵之间 以色列真的是够不够这个能力 第二个就是我讲的 你自己兵力问题 如果说你在陷入这个地方 光一个加刹你就打不下来了 你现在如果说再到那个地方 再去对抗珍珠党来讲的话 那你地面有没有办法 如你所愿的再往前面推 那我刚刚讲的 它面临八线作战 外面的很多学者讲它七线作战 那我特别加一线 哪七线呢 我说给大家听 加刹走了 对不对 约旦河西岸 现在是黎巴伦珍如打 这个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不要忘了 还有伊朗在后面虎视眈眈 那时候你这个攻击我 在我国内这个击杀哈马斯的领袖 哈尼亚我到现在还没跟你算账 伊朗 胡塞每天虽然说隔很远 在那边对红海 船一天到底在红七线 第八线是什么 第八线是他国内的老百姓 大家记不记得上上个礼拜 以色列的老百姓有七十万人出来抗议 抗议纳坦雅胡 因为你没有达到你的作战目标 你没有帮我的这种人质解救出来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他自己国内也不见得附近 因为纳坦雅胡按理说现在来讲 因为是作战 他自己搞一个这个作战内阁 但是事实上他算不算真是领袖 好接着我现在要再分析 如果这场上打下去 现在各国的态度是什么 当然现在第一个就是纳坦雅胡 跟黎巴伦的总统这两个人 不去联合国开大会了 但有一个特别有一个人 他延迟他的行程 谁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本来今天要去以色列访问 他不去了 他说我延期 为什么延期 生气了 拜登星想说我现在在搞总统大选 对不对 你这时候在这边给我搞这出 你纳南亚胡在那边给我搞这出 我到底帮你还不帮你 不帮你吧 你有可能被灭国 对不对 那么多个国家围殴你 你会不会被灭国 那如果说 我不帮你 那我帮你的话 我是不是美国就被你纳南亚胡 卷进中东的战局 我就抽不了身 所以美国现在在干什么 他已经在那边 他原来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好不容易可以抽身离开 看到伊朗没有动作 他抽身离开了 你现在又来搞这一趟 他现在只有一艘 林肯号在那边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 只有把杜鲁门号调过来了 那对美国来讲 四万个军人在那边 他要不要增加军力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今天突然美军突然发生一件 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美国有一艘 这个资源林肯号的油弹补给舰 叫大脚号 我看应该这样子放 大脚号 他说在阿曼湾触礁 油弹补给舰我们顾名思义 是对林肯号航母战舟群 实施油料跟弹药 还有后勤补充的军舰 结果他今天早上说触礁 触礁有多严重呢 大家看一下 他这船舱里面进水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照片 各位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 有就可以看到第一手的相片 进水 船舱里面进水进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个东西坏掉 跺脚就是船后面 指挥船前进左转右转那个舵 那个舵脚也坏掉 那位置在什么地方 阿曼湾 这又很严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曼湾旁边是河姆之海峡 所有游轮要从这边进出 如果说当然美国现在没有公布 它确实位置 你一艘游轮坏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堵到美国的这种 第五舰队的所有船只 出不了河姆之海峡 美国的第五舰队是在哪里 就是在波斯湾里面 然后从波斯湾军运要出来 一定要经过河姆之海峡 经过阿曼湾 那你现在这艘船堵在那边 这是第一个 它的这种第五舰队 可能受到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什么 这个林肯浩 就没办法补给 大家可能会说 林肯浩是核动力啊 我干嘛要加油 对 林肯浩是不用加油 可是林肯浩的飞机上面要加油 你飞机如果没有游的话 你怎么起飞 而且飞机上面游是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 它是特别的游 那如果说是你不是按时补给 你放太多 万一作战被攻击来养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那你的航母战斗群 护航你的这些军舰 要不要加油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真是乌漏偏逢人业语 那这个有多严重呢 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 这就是航母 美国的航空母舰 旁边这艘比较小一点的 就是游弹补给舰 他给他加油要怎么样 这是专用的船才可以加油 不是说一般的游轮 美国现在 当然他们为了这个掩饰 他现在这种虚弱的状况 放出风声 说他可以找一艘游轮来代替 不可能啦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两艘船 在海上面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并行在一起的 而且这么接近 那我问你这两艘 这艘船大脚号有多大呢 它有四万吨 它总共带了十八桶的 十八万桶的油料 在这艘船上面 那你想想看 这四万吨的船 这十万吨的船 这两条船在一起 你稍微有一点驾驶不张 它就撞在一起了 海上波浪太大 角度不对 它就撞在一起了 第二个 你这艘船要对它加油 你要加油多久 加油的时间通常都是 就是这个军舰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很容易 遭受到敌人攻击 你一旦遭受到敌人攻击 你这油料会不会就产生爆炸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 大家在后面再看 这时候是护航的军舰 它必须要在旁边 有时候军舰替它护航 所以加油的时候最危险 而且这个是 你这个加油军舰加油 你看它这个桂桿 你这个油管 要软湿的油管放进去以后 你还有那个bump 把这油打进去 那速度要够快 你才可以加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你知道这种给军舰 加一无弹补给舰 它跟这艘航空母舰 它们必须要同步操作 也就是说电脑电子设备 必须要一起操作 海上的波浪 你船头向左摆 我也跟着向左摆 你向右摆 我也跟着向右摆 不然两艘船会撞在一起的 那美国来讲 它现在有多惨呢 我这边有一个数据 美国现在有多惨 它军工产量落后到什么程度 讲到这个船 真的是美国真的是 这把亏到底 美国总共为了这种 这艘船它已经大脚号 已经33年了 老船一艘了 它必须要做新船 那美国花了67亿美金 这个做了八艘 目前启用了五艘 好像很多五艘 总共只有启用五艘 第一艘在2021年的时候下水 叫做约翰路易斯号 2021年的下水 我跟各位讲到现在还不能用 到现在还不能用 2021年下水已经三年过去 还不能用 为什么毛病太多了 就在美国军工业到现在 如果说连一条油弹补给船 你都出这么大的问题 那你怎么去作战 你怎么在海上作战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林肯浩只有一条路 靠港来加油 那如果说靠港加油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要靠哪个港 靠阿曼湾 靠迪拜 对不对 还是靠到红海那边去 所以美国现在来讲 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兵凶战围即将开打 美国在这边给他扯后 这个这个这个 也不是说扯他后腿 反正就是也目前来讲 自己本身物漏偏风连夜雨 不见得帮得上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想说美国 以色列打得算完 是把美国拖下水 让美国去帮他挡住伊朗 然后他可以 全一全一打政治党 那现在来讲 如果这艘运补船出问题 这个美国自己的航舰战力 大大的打上折扣 那这个时候会被伊朗 好 你没有人挡我 你以色列这时候又在那边 这个兵分七路 这时候伊朗利用这个机会 对你发起突袭作战 那是不是就引起事业大战 所以拜登恼火的不得了 奥斯丁本来要去以色列 不去了 为什么生气了不去了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时间关系 我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那我个人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这个第一个 我认为以色列的地面攻势 势必会展开 他往前面要推30公里 以达到他战略目标 可是这场战役 如果说地面部队进去之后 我个人研判他地面部队进去之后 将会陷入加沙地区的困境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 珍珠党的这种地道战 坑道战现在这里面 很难达到他预期的要往前面推进 30公里的目标 这类的忙是很大一个疑问 所以我个人这是我以上个人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结论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第二段当然就要关心到 我们东亚地区 我们在东亚地区 现在最严重的是菲律宾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南海问题 前两天上个礼拜 这个南部战区司令乌亚南 跟这个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 在夏威夷举行了一次的会谈 当然昨天才公布出来说 他们两个见了面会谈 那大家都在推测 他们两个会谈到底谈什么 我跟你讲 我认为主要是就是谈菲律宾 主要谈 因为南部战区司令 他就是负责南海 那你说会不会谈台海 跟这个东海日本那边 当然一定会带到 可是我觉得 因为东海跟台海这边来讲的话 是东部战区司令的 作战的责任地区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目标就是谈菲律宾 那菲律宾现在有什么好谈的 跟帕帕罗要谈什么 我们都看得出来 大概在上个月 苏利文到中国去访问 跟张又霞见了面 然后张又霞 他要求要跟张又霞见面 那张又霞 我们看到镜头 张又霞是你要见我的 然后还哈哈大笑 谈了什么就是谈这件事情 好我先喝口水 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讲 这个也是 虽然说短期之内 不会真的开打 但是后续来讲也是暗潮汹涌 容我喝一口水休息一下 再跟各位继续做说明 好接着下来我讲 这个南海谈什么 谈的就是一定是这个 这个仙兵礁9701号军舰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一定是谈提风系统 那为什么这两个这么重要呢 首先我讲提风系统 提风系统是一种什么武器 它是一个系统 其实它有两种武器 第一种叫巡弋飞弹 第二个叫做标准六型防空飞弹 那巡弋飞弹其实是老飞弹了啦 它射程可以到1600公里 也就是说它部署在菲律云来讲的话 可以打到中国大概长江南岸 都可以打得到 从上海一直到重庆 都是在它的攻击范围之内 你说对中国威胁大不大 其实威胁不大 为什么我讲威胁不大 因为它是亚因素飞得慢 它飞得慢 那你解放军来讲的话 现在不管是用它的 这种歼16战机带着PT-15 或PT-10 或者是红箭地对空导弹 都有机会将它击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它的系统是什么 是标准六型 它是防空飞弹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巡弋飞弹在这边 战斧巡弋飞弹在这边 那我当然要保护我的巡弋飞弹 我用什么来保护我的巡弋飞弹 那你会用这个导弹来攻击我 那我就用这个标准六型 来将你攻击我的导弹 这个飞弹将你拦截打掉 就是标准六 那它的弹头有多大 64公斤 换员是它虽然标准的 也可以对地面攻击 大概它的大小 就是等于一颗155流炮弹的威力而已 这是不足以为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这种武器摆在这边 对人家中国就是没有善意 就是充满了威胁 充满了敌意 那中国当然又要求你撤掉 那美国有没有答应撤掉 美国有答应 它那时候肩命肩 跟菲律宾肩命肩演截的时候 他摆在这边来 中国就跟他抗议 那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过程 对不对 布林肯先去 然后后来苏利文又要去 就是谈这件事情 那美国也答应说 好 沿西关我撤掉 原来说9月份要撤 但现在美国反悔 不撤 你说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你堂堂一个大国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都可以说翻脸就翻脸 所以毁诺就毁诺 我们看出来美国 这真的是不可以信任 当你这个事情 这个这么重大一个军国大事 中美两个大国的一个军武的 互相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你都可以说不认账 就不认账 你就可以心意 推毁你当初承诺的诺言 那后续来讲 你知道中国怎么去信任 你在讲的话 这是第一个我特别提的 就是提风他不撤 那中国当然非常恼火 那第二个我觉得问题在哪里 在先兵交 为什么先兵交这个菲律宾9701号 他那么新的船要在这边 忽悠那么久 忽悠了四个四五个月 然后到最后被中国所围困 困到最后他 我们都看到那个镜头 那个菲律宾那个海警船 上面那些官兵 对不对 饿的饿的渴的渴 病的病 最后不得已才离开 对不对一点孕母都没有 然后甚至用担架抬下来 那搞到这种程度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 那撤回去了 现在还讲 菲律宾还讲什么 他说我们会派第二艘船 因为这两天有台风 风浪不好 等风浪停了 我们就派船过去 然后这个船还没到 他为了宣示他主权 他派一架飞机过来 那你想想看 这个大陆海警船 会没有办法吗 第一个你船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讲真的还假的 还只是虚张声事 真不敢讲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说派飞机过来 他真的派了一架飞机小飞机 但是没想到 这个潜伐军用直久直升机 直升机就赶掉他的小飞机 就把他赶走 然后他很紧张 万一直升机 对不对 直升机操控来讲的话 如果说 当时比较灵活 虽然说他没有尖16那么快 但是对付那种小飞机 绰绰有余 所以菲律宾在那边吃那么大亏 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菲律宾为什么这么自不量力 明明就知道 这个斗不过中国 非要在这边斗 那我特别要跟各位说明 就是因为美国在后面 慫荣的关系 因为美国在后面慫荣 为什么美国要慫荣菲律宾 已经在仙兵礁闹了事 因为过了仙兵礁 我们都知道叫做苏陆海 大家可以地图去打开来看 苏陆海有多重要呢 是美国航空母舰 从太平洋 从菲律宾海进入南海 必经的一个海道 还不是强盗的道 水路要从这边进出 那如果说 中国大陆已经在南海的南边 包括主币美濟这几个礁 已经舔岛造陆 已经有海空军基地来讲的话 那如果说是仙兵礁 再被中国拿下来 我跟你讲 美军就彻底堵掉 他军舰从苏陆海 进入南海的路线 那他只剩下北边 就走巴士海峡 所以为什么菲律宾 三不五十在那边跳上跳下来 南边这边在仙兵礁 再怎么样不行 他也要闹到底 美国叫他一定要闹到底 你不闹到底 我将来万一 这边舔岛造陆 对我来讲的话 我就失去我的战略航母 必须要经的路线 那北边来讲 我们都知道 前一阵子他也要在 吕颂岛那边建立马头基地 当然经过中国的 强烈的抗议之后 他目前来讲 他暂停了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在东海地区 南海这边区域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如果说这一局 我想说菲律宾要守住仙兵礁 然后要在这个地方 跟中国政到底 就是一定是吃亏到底是做不到的 那美国来讲 心里头一定是非常的着急 那我相信 吴亚兰 这次来讲的话 当你美国在俄乌 跟这个东东地区 目前已经立有未待 捉襟见肘的时候 那吴亚兰跟帕帕罗的谈判 我想吴亚兰一定会 这个站在上风 然后取得对国家 对他们 对整个来讲 地区能够维护安全 这一个有利的态势 那美国来讲 这时候自己就要考虑 你要不要在这边继续闹下去 当然讲到南海 我们就必须往北边看 那东亚一定也牵连在里面 东亚这时候在干嘛 东亚这时候 当然也没有停下来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东亚 最近上个礼 昨天中俄联合军舰巡航 8加1 8艘4艘中国的军舰 4艘俄罗斯的军舰 还有一艘中国的电子侦察船 从日本的中古海峡穿过去 然后到北海去 我想这意义代表很大 为什么我讲的意义代表很大 因为这个 我试问大家去看一下地图 中古海峡在哪里 它北边是枯月岛 南边就是北海道 这个海峡不宽 大概七十几公里 也就是如果说日本宣布 这是它领海 它是12海里领海来讲的话 它大概能够航行的船只不多 可是那时候美国说你不行 因为我航空母亲要从这边走 所以你只能限说你领海 只能宣布山海里 好 那是要 这架子好了 你美国一天到晚 到南海地区说自乎航行 那中俄两国也在这边自乎航行 就从中古海峡给你穿过去 那穿过去过一些有楼沙 第一个代表的海影是什么 大家去看看地图 你认为中国军舰会从哪里突发 我跟你讲从哪里突发 从俄罗斯的海森外那个地方 海森外虽然说以前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现在来讲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为什么俄罗斯愿意把海森外 让中国的军舰停 这就值得我们去推敲 那代表中俄合作到什么 我中国的军舰用你俄罗斯的港口 你俄罗斯虽然有这个港口 你的海军战力不强 你必须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所以一个提供港口 一个提供军舰 然后大家一起来在北海这边 那当然南韩 韩国这时候也会有担心 韩国金正恩这时候做什么动作 因为美国一直想要 把这个东北亚打造成一个小北约 利用日本韩国对不对 然后澳洲这个甚至于到南边 来讲到印度 他美国也将来 变成一个小奥克斯的这种形态 然后影席越野一天到晚 亲美亲得不像话 对不对 然后参加北约的会议 他还跑去参加 我们东亚地区 你跑去那边缴获什么东西 影席越野 还跑去唱美国派 那金小胖当时生气 金小胖这时候扬言 要做第七次的核爆 那因为你美国你三不五十 你到韩国来闹事 你这个航空母舰 何止动力航空母舰 你开到釜山港 你是什么意思 那看在这个金正恩眼里的话 你就是在这边 这个核子威胁我 所以你既然核子威胁我 我就一定要核子威胁回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很明显 金正恩在这边做 第七次的核子试包 那南韩在做什么 南韩他也不敢制作 南韩现在有种新武器 叫玄武武 玄武武 飞弹 这个飞弹有多可怕 来 我跟各位讲 他的飞弹 他的火药 有七公吨重 其实就是一个 等于类似于一个 仅次于战术核武的传统武器 所以我看到北海这边 东北亚北边这边 也是这时候 也是在这边 这个兵凶战危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时候没有出事 那你看中俄联合军演习 穿越中国海峡 已经是第五次 已经第五次 然后没事 上次还从金晶海峡 金晶海峡更危险 金晶海峡是什么的 是北海道跟日本本州中间 那个小小一个海道 他也从那边给他穿过去 那对日本你看威胁多大 对对韩国威胁多大 然后如果说这时候 这个中俄在那边联合军演 那北韩在那边战虾 战虾就是帮忙出声 在那边喊加油 对不对 他也在那边核子四包 那这些都是谁搞 就是你美国搞出来的 本来我们这边 大家都日子过得好好 大家做生意赚钱发展经济 对不对 韩国做你的这种三星企业 做你的晶片 然后中国发展它去 你非要你拜登 对不对 非要认为自己是外交专家 这个欧洲那边 你已经搞一个俄乌大战了 你非要在这边 联合日本韩国 唱个美国派对不对 然后联合日本 然后在这边组织一个小北约 然后叫尹锡悦 也跟蜜虫 对不对 已经有一个日本小弟了 现在在找一个韩国当小弟 然后想要在这边围堵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跟北韩 你想有可能吗 那你有你这种方式 我也有这种方式 你在这边自由 你到中国的南海去自由航行 我又到你的中国海峡去自由航行 到你金银海峡去自由航行 大家要知道 这个地方沿重性有多大 它上去后就是白令海 白令海过去是哪里 当然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 就威胁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上个月中俄空军来讲轰炸机 才从白令海峡上空接近 搞了日本跟加拿大两国 战机赶快紧急升空拦截 我想大家还记得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知道什么吗 俄罗斯跟日俄成立有一场海战 日本的这种指挥官 平湘巴郎 东湘平巴郎 那场海战俄国大败 整个舰队被歼灭 为什么被歼灭 因为在太平洋舰队这边 他被封锁在旅顺港里面 那俄罗斯就从波罗的海 排出波罗的海舰队 经过非洲好旺角 然后再经过印度洋 然后再穿过南海 到这边来打仗 走这么远的路 那当然非常疲劳 在那边打着败仗 那俄国有没有记住这个 吃这个亏 他记住了 所以他这时候在搞什么 在搞北极海 各位如果说是东海这边 太平洋舰队有势 他需要支援的话 他是从北极那边过来 北极那边什么 他现在有破冰船 俄罗斯的破冰船很可怕 他五十几艘 美国跟加拿大才两艘 他有五十几艘破冰船 何止动力的 破冰船他带着他舰队 就从北洋舰队 就从北极海过来了 支援这边的太平洋舰队 所以他这次演习 有他很长久一个战略布局 那美国看得懂看不懂 连我都看得懂 美国当然看得懂 他知道说俄罗斯来讲 如果说是在太平洋这边有事来讲的话 俄罗斯舰队可以从北 不用再绕地球一个大圈 他从那边北极海就可以过来 尤其现在地球暖化的状况之下 他可以从那边过来 那你美国来讲 你要几个舰队你才能够应付 你现在已经匹匹串 对不对 欧洲那边有事 东东那边有事 你航空母舰又做不出来 你的补给舰 我们刚刚讲了 对不对 你生产的七艘五艘里面 第一艘成军的 已经三年了还没办法出港 那你想想你有多大战力 美国自己要评估评估 那接着下来我想说 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 俄乌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 俄乌战争现在打到什么程度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全班战局 然后再细部来跟大家做分解 再做说明 现在来讲俄乌战争可以说 我们大致来分为两个地区在作战 两线作战 一个是乌东 乌东就是这边 叫乌东 这里面有很多地方 包括巴赫姆特阿富迪夫卡 当然现在大家关注焦点 是在这个红军村 大概快被打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 我把道路标出来 如果红军村俄罗斯一旦攻陷之后 然后就一旦这条路到哪里 到聂伯城 聂伯城这条就是地聂伯河 但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这个俄军攻到这边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状况 那第二个作战下线是 北部战线 北部战线大概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哈尔科夫 俄军是从这边往下攻 打哈尔科夫 那目前俄乌双方 大概都在这边吃便当 彼此都没有什么进展 大家就停留在这边接触线 在那边休息 那比较严重是库斯克 库斯克是这个乌克兰从这边出进去 想要打到库斯克这边 大概这边是这个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是俄罗斯正在反击 大家看一下这种全班状况 你先看懂 如果说是俄军推到这边来 他沿着这条公路推到这边来 那对乌克兰而言 是不是就形成一个包饺子 整个包在中间 他南不能顾北 北不能顾南 我们讲会师作战 我跟各位说 会什么叫会师作战 会师作战 不是我们红南两军 对不对 见那面大家握手 哎呀见面了 和欢山 对不对 一个从花点上来 一个从西部上去 从扑里上去 大家见那面握手 不是 我只要是火力能够支援到你 你的火力可以支援到这边 就叫会师了 就双方的炮火 都能够打到中间这个地方 你这个 我在这边 我是这个乙军 对不对 甲军东边的炮火跟 这个西边的炮火 两边的炮火都可以打到我 那你叫我 叫我应该优先 这个对付哪边 这就叫会师 会师不是一定要见面握到手 才叫会师 那你想想如果说 打到地面的薄荷 如果这边 跟俄军在这边 那这个中间这边的乌军怎么办 那如果说是 俄军这个胃口小一点 他如果从这条路上来 是不是就打到浩尔科夫了 那就是真的所谓握手 这个俄国的顿巴斯 中部集团军跟北部集团军 双方就在这边 这个坐下来一起喝咖啡 那乌军会在哪里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两线之后 我现在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两线现在打的一个状况 有多危急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下面的红军村 红军村在哪里 在这边 这就是红军村 这就是红军村 然后 这两个颜色是俄军 他原来在 原来在阿富迪夫卡这边来讲的话 他攻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从 从一个 六月一号开始 六月开始攻到这个地方 你看他进展速度有多快 我用这张图就是 让各位可以了解到 从六月一号 他接住现在这边 然后到现在九月份 三个月短短的时间 他攻到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打了两年 从这个不管是亚述钢铁厂的战役 巴赫姆特的角肉机作战 还有阿富迪夫卡 这个几次的角肉机作战 大概前前后后 将近都每一场战役 大概都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才打下来 那为什么短短三个月 俄军进展速度会这么快 而且距离红军村 就这么近的一个距离 那乌克兰现在怎么办 乌克兰你认为他怎么办 如果红军村攻下来 他这边是一个 后勤转运的一个速度 总共有五条公路 一条铁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不管是铁路或干嘛 就很明显的对 这个乌克兰部队 第一线部队实施预捕 当他被攻下来的时候 反过来会变成俄罗斯 很重要一个兵力转运 跟后勤补给一个重要的节点 所以这个地方目前来讲的话 那双方陷于一种争夺战 因为这个乌克兰有不能丢的压力 他在这边也建筑了很久的 很多的作战攻势 包括豪沟 包括攻势 包括据田 那俄罗斯短时间之内要打下来 可能也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够攻下来 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个人研判 如果说要攻下来可能迟早死 为什么这个距离在我们军事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你迫极炮就可以打得到了 我不需要用到导弹 我不需要用到飞弹 我用炮弹就可以打得到 炮弹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是红军村方面的 一个作战的一个情形 在这边 那我们从这张图里面给各位看 我相信观众一看就很清楚 红军村为什么这么危险 这么岌岌可危 那接着下来 我刚刚在北部那边来讲的话 我们看北部的一个状况 北部就是库斯克 库斯克 我跟各位说 库斯克那时候乌克兰打进来 蓝色部分是乌克兰打进来 这边是边界 边界在下面这条黑线的线 是边界 俄乌原来的边界线 他打进来 这边大概六十公里宽 六十公里宽 原来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 占领了这么大一块地方 占领这个 到浅红色的地方 都是当初乌克兰 这个翠兰发起攻击所夺下来的 那这个城市叫苏甲 这个城市叫苏甲 那这个路线也很明显 俄军现在 乌克兰军队主要补给路线 就从苏甲 向这边来做运捕 你看这个有个箭头 这个就是乌克兰的部队 在这边作战 这边有乌克兰的部队 当然这边也有他的 这种补给路线 从这边进来 在这边补给 那我特别要提醒各位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俄军怎么样反击 那当然普京已经下了使命令 10月1号以前到新天为止 大概还剩下一个月 再多个一个礼拜 10月1号以前要夺回 库斯克这个地方 下车死命令 夺回有什么方式夺回 一个从上面给他押下去 推回去 那我跟你讲 乌克兰不是这样打 他怎么打 大家看一下 他从这边打 他为什么从这边打 这就是战略 野战战略从这边打 从这边打跟从这边打 差别在哪里 从这边打 叫反击作战 从上面往下打 叫逆袭作战 反击作战 是以千叶敌人 有声战力为目的 逆袭作战 是以夺回阵地为目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来讲很明眼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架飞机 是俄罗斯的苏凯战机 这架飞机在这边干嘛 投炸弹 封锁底部 把你底部封锁线 给你封锁掉 让你这个运补线 从这边进不来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飞机 炸了什么弹药库 炸了运补的这种车队 什么就是封锁底部 让你的后勤部队进不来 让你继续支援的部队 这个预备队没办法继续进来 支援前线部队作战 这要封锁底部 第二个阻止尖端 你看前面这边 这个地方是不是在阻止尖端 我在这边将你阻止住 在阻止住 让你没办法突进去 继续往前面打 然后我击中阻力干嘛 打击腰部 你看 是不是 现在俄罗斯的部队 都在这个地方 从这边往这边攻击 现在来讲的话 突进去的距离有多少呢 已经达到15公里 也就是说距离苏甲 大概我自己估计 概略是20公里左右 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 跟乌冬地区不一样 乌冬地区由于乌克兰 在这边经营了很久 他有很多公式据点 挖战壕 埋地雷 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 在这边打了两年 进展就是一步一步 一公尺一公尺的往前面推 可是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俄罗斯的领土 这个乌克兰在这边 并没有坚强的防御公式 他这时候要去做防御公式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这个时候 他怎么在这边去用钢筋水泥 而且这个道路 后行道路都被封锁 所以也没办法在这边 构筑坚固的公式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打击腰部 所以打击腰部 从腰部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这边切到苏甲的话 如果说俄军 从这边打到苏甲 是不是就是很明显的 就整个北部地区就被切断 乌克兰的部队在这边 就变成 我跟你讲 会全军全军在这个地方 会被前面 会这么严重 当然状况 这么紧急的状况之下 那泽伦斯基怎么办 泽伦斯基非常勇敢 他提出来 他现在正在联合国 提出来一个计划 叫胜利计划 这样打成这个样子 他可以 战场状况已经变这个样子 他提出胜利计划 向拜登提出胜利计划 当然他还卖弄玄虚 他说我这个胜利计划 目前还没有公布 我要跟拜登上面讲 大家推测 你胜利计划 不还是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继续要武器 继续要装备 跟美国继续要钱 跟北约继续要钱 所以我们看到 他到美国第一站去参观一家 155口径炮弹的生产工厂 他说我们很感谢你们 然后你们要多生产一些 提供给我用 就是这句话 就是继续要 要钱 这第一个他的胜利计划 第二个胜利计划 你美国 德国 英国 你们要开放你们的武器 让我可以去打莫斯科 拜登说我可以考虑 可是你先不要用我的美国的 战术终成导弹 陆军战术终成导弹 那英国的你可以用 暴风音音 你用英国的 英国首相已经 不行 你也不可以用我英国的 然后德国 德国原来这个索尔兹 他讲话很大声 我们力挺乌克兰到底 但这两天改口了 这两天改口 为什么改口了 因为乌克兰很特别 他最近有一场选举 德国东边地区 有一个地方型的选业 这个选举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欧洲来讲 很多的国家都有极左派 跟极右派有中间派 不管是马克宏 德国 每个国家都有极左极右 都有这个意识形态 这是很奇怪 极左跟极右 有一个共同的政界 德国极左跟极右 有一个共同政界 就是亲俄 然后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援 你看左右两派 你说应该光谱两边 应该有不同政界 你要支援德国 你要支援乌克兰 我一定反对 对不对 我要亲俄 你一定反对 可是没想到这两派的 这一点政见倒是一模一样 那索尔兹有没有压力 索尔兹当然有压力 全国老百姓都是这样 另外这是第二个 你看看美国他现在来讲 不准他的战术中程导弹去打 然后英国 对不对 这个他们的首相也不同意 然后德国来讲 现在态度也改变 好我们挺二级先锋波兰 波兰也吵架了 波兰也产生矛盾 什么矛盾呢 你乌克兰打仗 对不对 以前你的粮食 都是走海运走黑海 那运到非洲国家 运到亚洲南南这些国家 现在来讲的话 你黑海运不出去了 你运到我波兰来了 那我波兰老百姓怎么办 我们就看到波兰很多老百姓在抗议 因为本来我种了一斤米 可以卖十块钱美金的 那你现在大量紧销 你乌克兰的米卖过来 一斤只卖五块 那我十块钱我怎么卖 所以对波兰来讲 老百姓也受到很大伤害 当然这时候波兰来讲的话 就跟乌克兰也在这方面 也有所矛盾 也不是在这么支持乌克兰 那这个时候 泽伦斯基你认为他提的 我刚刚讲他的胜利计划 我想说不外 第一个继续要武器 第二个叫各个国家 开绿灯 让这些国家所提供的武器 可以让他直接攻击莫斯科 第三个来讲的话 就是继续要钱 美国也是给他一点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总不能拿钞票去打仗 还有第三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能源 能源问题 现在冬天快到了 乌克兰的冬天 今年不晓得怎么过 为什么 因为他的能源设施 都被打掉了 这个乌克兰有个最重要 能源的储存地方 在利沃夫附近 在西边 就在两个月前 被俄罗斯攻击了 这个能源大概供给 这个基地来讲 供给乌克兰概略有 将近有二分之一的 天然气供应量 那除了说供应给 乌克兰自己本身以外 他还提供给欧洲的供应 所以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这个天然气储存设施 他储存在哪里 储存在地下室 40公尺地下室 非常的安全 那俄罗斯攻击 有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他没有直接打 他打不下去太深了 打不下去 打下去就是一场核爆 你看看 这么多的天然气一起 砰一下一起爆炸 那还得了 那跟核爆的效果一样 没有打到地下室 那个除气测试 可把地面上面 所有管线都打坏了 地面上面管线打坏的话 那你就没有天然气 你就没办法供出去 那没办法供出去 你就老百姓 今年冬天就很难过 那个地方是非常冷的 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九月底了 紧接下来 在欧洲那边 在乌克兰那边 现在算是秋天 是雨季 可能来讲 双方来讲 因为雨季泥泥 可能部队暂时还动不了 可是问题 当这个雨季结束之后 紧接着而来的 就是冬季 冬季来讲的话 乌克兰今年的冬天 会非常的难过 那欧洲可能也会 不见得好过 他虽然说买了很多天然气 跟美国有用它的LNG 买了很多 有盖了很多的除气槽 可是来讲的话 毕竟乌克兰这块 没办法再运送过来的话 势必会造成它的短缺 以及不足 那天然气的价格 也势必是飙涨 那会不会再引发 下一波的通货膨胀 当然这经济的问题 我们有待观察 可是我们在战场上面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乌克兰的今年冬天 一定是非常难过 那我个人也研判 这场战争 很可能就美国立场来讲的话 你拖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那川普不管是谁当选 我想是该结束 这场战争的时候 那中国这时候应该要出面 战争已经打到这个样子 那中国的和平计划 我想这时候大概很多国家 都愿意接受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战 真的打不下去 该接受和平计划 那究竟要怎么样来谈判 我觉得再要看战场上面 这一两个月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样 红军村到底会不会攻下 库尔斯克那个地方 俄军 乌军会不会在那边 被人家彻底的牵面 我觉得都关系到 这场俄乌战争 后续的谈判桌上面 双方怎么在这边 取得一个有利的态势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也请各位不要忘了 帮我们按赞跟分享 让我们的节目可以 这个推播出去 谢谢大家 我特别喜欢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钢防晒凝露 同志 唯一 大人 好 感谢观看